听回我们刚刚看到 事实上贝佐斯跟马斯克在太空战争当中是竞争的对手 然后在无人车上面跟自驾车跟无人计程车也是竞争对手 这两天事实上贝佐斯相关的转投资的案子还在募资 可是这一次非常妙 马斯克是每天出人出钱出平台 然后出各种请愿跟创意方案跑去挺川 那贝佐斯没有挺川 但是他下令不准挺贺锦丽 对如果挺错边的话那以后他生意怎么办呢 那所以呢其实很多媒体人事实上他们都非常敏感的 而且他们可能或许也看过大数据 也了解到说整个情势变化是这样子 所以即便是不挺川普 但是也不要得罪川普 这是基本上的媒体的基本概料 所以他们怕说以后来讲的话 在未来来讲的整个无人车无人市场来讲的话 这是不是以后拿不到政府的标案 这他们必须要去考虑的 不过我们话说回来 其实说真的是贺锦丽自己搞砸了自己 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他最近来讲 他还是接受很多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还是讲不出一个所以然 那因为毕竟来讲 你知道当以色列开始对伊朗发动攻击的时候 这时候呢 他还跑去这个Beyond 这个什么party 所以川普才会讲啊 说我们都在打仗了 你还去参加这种晚会 当然是消遣他 不过最重要的是当他接受CBS的访问的时候呢 他竟然讲哦 他们美国最大的对手是伊朗 但是你想想看哦 贺锦丽他是谁的副总统 他是拜登的副总统了 拜登在2021年上台之后 在3月马上公布了一个 他们白宫的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国安报告纲要的时候 里面把中国定位叫做他们美国最大的敌人 结果当时他把他定位成美国最大敌人的是中国 而不是伊朗 结果你今天讲的是伊朗 然后你又说你遵从拜登的外交路线 这不是你根本就没有读你自己的政府的国安的报告嘛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贺锦丽完全搞不清楚 整个拜登的外交政策是怎么走的 那这时候大家会比较担心他 既然你把伊朗当作最大对手 那中国呢 你是不是把他让掉呢 那你不打习近平了吗 你以后怎么对付习近平呢 大家都打一个问号 所以现在大家反而会担心了 那如果说你看伊朗 现在连以色列他都不敢回击他 那这时候会是成为真的美国的真正敌人吗 因为美国曾经讲过 拜登政府曾经讲过 唯一一个可能会修改国际秩序的 跟美国争夺霸权的那就是中国啊 那你不把中国当作真正的敌人 你把伊朗当作真正的敌人 是不是搞错对象了 所以这是大家一直质疑贺锦丽的地方 再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怎么结束掉俄乌战争呢 结果他竟然讲说 这个要透过什么联合国宪章啊 事实处理这个问题啊 他讲的东西还是一个空话 所以大家也看不到说 未来的整个俄乌战争的一个 宗旨的指径在那里 贺锦丽当上总统会怎么样 反倒是川普啊 当然他讲述这个保护费的事情啊 那大家也了解到他的生意人嘛 本来是这么讲话 但是其实大家更专注他的副总统 范斯所讲的话 因为范斯他提到了 其实他要把中国当作最首要的敌人 而且呢他认为整个台湾要像以色列一样 整个武装起来 你整个武装起来之后才会让什么 让中国不敢动台湾啊 这是范斯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看说 即便是在这个共和党当中 川普讲的话跟范斯讲的话 好像有一点不太 因为范斯这个川普讲说 只要用关税来处理中国 但是大家认为说 这种经济制裁可能没有什么太大效应 但是看到范斯讲的话之后 顿时好像又心安了一点 所以到底他的政策怎么样 其实还要看整个川普的所有的外交团队 共同来拟定啊 所以现在我们说在选举之前 好多的选举语言 但是好多选举语言当中也可以看得出 每一个候选人到底心里是不是有所本 心里如果没有有所本的话 就会向贺锦丽讲出 这么没有营养的话 这些没有营养的话 无助于整个全球关系啊 全球的国际关系 所以我们话说回来 现在华尔街日报 他也有很多社论 很多评论都已经在写了 即便大家对这个所谓的 世界状态有所不同的意见 但是至少来讲的话 你看到范斯的讲话 会让大家比较心安一点 那如果这种情绪继续下去来讲的话 目前贺锦丽 在这些宾夕根州啊 或是在这个宾州啊 其实说真的 他的民调已经都没有办法比上 这个川普 川普是有为辅领先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些摇摆州 这个挺这个川普的情况下 说不定川普的这个 大水距离是比较高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我们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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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